我也想生病 日 左骨白美柱 汪婷益 小高在上幼儿园 今天 妈妈和平时一样 按时来接小高回家 小高等很久了吧 哇 小高向妈妈扑去 小高和妈妈路过公园 妈妈 我想去玩滑梯 可以吗 不行 不行 今天你就忍一忍吧 哎 真没意思 他们又路过了 鲦鱼烧铺子 妈妈 给我买鲦鱼烧嘛 可以吗 不行 不行 昨天不是买过了吗 哎 那是昨天啊 今天也给我买嘛 求你了 乖 听我说 今天我们要赶紧回家 为什么 小高问 姐姐发烧了 在家里躺着呢 小高的姐姐 有美 今年上小学一年级 她在学校的时候发烧了 就回家了 小高回到家 看到姐姐正躺在被窝里睡觉 嗯 嗯 姐姐的脸通红 哇 像红色张鱼一样 小高 你说什么呢 妈妈 我好热啊 姐姐的脸比刚才更红了 妈妈知道了 给你用水枕降降温 啊 好凉快 好舒服 姐姐说 真好玩 这个枕头会咕噜咕噜响 说着 小高开始用手指戳水枕 咕噜咕噜咕噜 你快住手 我头都晕了 小高 你干嘛呢 妈妈赶紧把小高拖了出去 姐姐生病了 你必须安静点 你离姐姐那么近 会被传染的 然后 妈妈噗的一声 关上了房门 没办法 小高只好自己一个人玩 不一会儿 妈妈端来了苹果泥 哇 看起来很好吃 我也要 等一会儿再给你做 说着 妈妈进了屋 然后又 是的 体温有没有降下来呀 你渴不渴 出汗了吧 换件衣服吧 妈妈不停地照顾着姐姐 妈妈 我的苹果泥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妈妈得准备晚饭了 你就吃桌上那些苹果块吧 什么 怎么这样啊 真是的 小高的心情差极了 哎 我也想生病 有了 小高偷偷钻进了姐姐的被窝 这样我就会被传染了 然后 哎呀 小高不知不觉睡着了 我回来了 到了晚上 爸爸回来了 你回来了 咦 有美在睡觉啊 是啊 他发烧了 哦 咦 小高哪儿去了 他刚刚还在那边一个人玩呢 跑哪儿去了 小高 小高 爸爸和妈妈一直喊着小高的名字 嗯 怎么了 哎呀 把你吵醒了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正当姐姐醒过来 准备从被窝里出来的时候 哦 姐姐放了个屁 好臭啊 哎哟 你这孩子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